歡迎收看樓市事件,我是今集主持人Carrie 繼續請來詩先生,跟我們分析樓市情況及走勢 詩先生,你好 今日最新一期的CCL,收報189.61點 按週跌了0.49% 近四個星期,都是高位增持 而官方警察股署的樓價指數,經收定後 7月指數已經破了2019年歷史高位 而8月指數,都是破頂 不過,被7月輕微回落,還中止了7個月的升勢 詩先生,你認為樓價仍有力升? 樓價在高位都徘徊了一段時間 來到這裏,好像有少許阻力 但這個阻力,是新的情況所造成 早期,我沒有預計,會有這麼大的阻力 我最初還想著,一旦衝破上次高位 通常衝破歷史高位,如果客觀釋放配合 都會有這樣的表現 不過,這段時間,正值多事之秋 中國政府的政策,都收緊得很厲害 由螞蟻金服上市被阻撓 甚至打擊教培事業 互聯網平台,又要防止壟斷 連澳門的賭業都說要檢討 加上內地有些開發商,資金鏈斷裂 而政府亦都很強調,大陸叫房 香港叫房子,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應該炒 大家都覺得,內地的政策 是否會有比較大的改變 所以,投資市場,有一些不明朗因素的存在 變得謹慎了 股市影響比較大 因而跌了差不多成幾兩成 樓市只是高位增持 即是一時不能升級,再升多幾級 在這些位置,將會怎樣呢 我自己看,就好看中國的政策 中國的政策,被人覺得,向左轉了一些 即是近社會主義,較多了一些 但是,有些會不會走到文革時期 我認為,不會去到極端的 中國共產黨對文革的定位 都認為,是左傾路線的錯誤做法 如果是錯誤,沒有理由再去錯誤 但是,由這個位置去到錯誤 中間還有這麼多,究竟是擺放 擺放到甚麼位置停下來 市場就有點擔憂 所以這些都是造成投資者,不想太積極日市的原因 不過,樓市和股市不同 股市是純投資投機 股票不能拿來使用 以前還說拿來做長置 現在是電腦的一個記錄 我自己看,用家市場 因為實際上有剛需 即是大陸叫剛需,即是實際用家 例如,生了小孩,要多些地方 他不可以不用 有用家市場的支持 我認為,供不應求的形勢 仍然會撐住市場 調整一下之後 再找新的機會上升 你覺得今次的升勢 與以往的升勢,是否有多大的不同 今次算不算升,也有疑問 因為升幅相對少 這個升幅是很大因素 因為QE,印銀紙出來 因為銀紙印得比起樓 所以樓價便升 但是香港樓價升幅 比起世界其他地方 其實是升得少 我們升十個、八個已經算多了 有些時候只有三、五個 但是,外面有很多 升一成、兩成限 低有些過兩成的都有 所以變成,其實就是數字遊戲 多於真正上升 你剛才提到內地政策如何行動 近來有一個比較大的傳聞 中央要求香港的地產商協助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 股市方面,即是有反應 地產股便一度大跌 而樓市方面,有些二手業主好像都害怕 都願意減價賣樓 你認為這個傳聞,對樓市氣氛有多大影響 這個炒作多於真正影響 對股市影響大一點 我自己接觸到市場的情況 股市跌後,即是樓市的賣家 去追價的情況,就減少了 追價,即是有時,業主開了一個價 有人問,業主見市好反價加上去 但如果市好買家,不會說,條氣不信 原本不上這價,現在又要這價 我們不會賣 之前兩個月,又會追價 你加我都要 追價的情況減少了 另外,交投量減少了 有些人都會謹慎 但是,是否有很多跳樓貨出現呢? 也沒有,盤也沒有增加 而主減價的意欲也不高 所以我認為,接下來都是真實的機會 另外,地產建設商會已經澄清了 這是傳聞,沒有收到指示 但是,突然之間有這樣的傳聞 會否對地產商造成壓力呢? 我也接觸過一些地產商 他們的看法是,如果中央真的號召 他們都會配合 他們的說法是,我們很想建樓,想增加供應 政府阻礙,我想增加地積比率 他們又反對,我想改用途 又反對 他們認為,不是他們不配合 是政府的政策不配合 中央如果要施壓,就向特區政府官員做功夫 可能效果更好 你又覺得,真的向特區政府官員做功夫更好 下個月的施政報告,可否有這樣的政策? 其實中央一直都很關注香港的民生問題 樓價問題 總的趨勢,當然是想樓價下跌 想樓價下跌 香港不可以下一個命令,好像大陸一樣限價 最多賣這個價錢 香港是一國兩制 香港行資本主義制度 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特色就是 私有產權 即層樓是誰的 誰決定賣什麼價 地產商有定價方面的自主權 中央不可以說不行,要賣便宜一點 要樓價便宜一點,一定要增加供應 增加供應 發展商就要將樓,擴闊賣樓的對象 現在樓價少,就拿少許出來 不用全世界光顧它 少許富二代光顧它,都會賣掉樓 但如果樓價多、供應多 它要賣給更多不同的人 可能巴士司機也會負責 你賣樓給巴士司機 你就要按巴士司機的收入定價 所以當供應多了之後 你的平均負擔能力就會下降 下降的時候樓價便會下降 這是要用市場機制去解決的 我相信,在中央的督促下 應該將土地供應增加 但這些新增土地供應,會用在哪裏 優先用在公屋或居屋 私人市場排在對面 所以,私人市場的供應 未必會一下子增加太多 以及樓價下跌,誰出來吃下跌的損失 初初發展商,以前買下的地 當然要承受損失 但解決房子問題,是數以十年、二十年的工程 下一批土地出來,發展商傻了 所以,樓價下跌,大部分損失 將會由政府或香港納稅人承受 發展商知道樓價下跌,便會壓低地價 他計算過自己,要有多少資金 他想賺多少,扣元便拿來給地價 所以,未必發展商在樓價下跌的時候 損失很大 因為接下來,要有很多人上樓,買到樓 所以,發展商在未來 損失的地機會更多 建造的樓價亦更多 現在,一年建一萬多個單位 將來建一萬多個單位 他每一層樓,賺少一點 而且,政府地價、鐵多一點 他都會賺到五上下 如果建的單位增加 可能是發展商未來的好日子都不定 所以,地產股未必是不利的 大陸的地產商不同 樓價都蓋得七七八八 連二三線城市都蓋得 他真的不能做 但香港不是 香港是很缺乏樓宇 你不可以不靠地產商去建 一定要地產商積極參與這個活動 我們才可以增加多些樓宇供應 香港的房屋政策如何發展 我們都要拭目以待 今集,多謝詩先生 跟我們分析香港的樓市走勢 我們下集節目再見